英三中案遭起诉。马英九,全力应战。 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因为三中案遭到检方以特别悲信罪起诉,马金,13日出席AIT Act40,1979年后美台关系暂时发表以下声明。 以下为马英九声明全文。 首先,我要请各位注意,所谓三中案,早已历经三任检查总长,高检署查黑中心,与最高法院检查署特甄组多位检察官。 从民国95年起长达8年的深入调查,确认完全没有不法情势,更没有建卖党产,而在民国103年签结。 如今却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重启调查,并强行起诉。 我必须要说,这到底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一,请大家回想一下民国94年的时空环境,当时广电法规定,党政军必须泄息退出媒体,但是民进党政府又全力打压潜在的买家。 因此很少买家愿意跟国民党洽谈。 在这样艰难环境下,我仍极力维护国民党合法权益,要求必须以合法及合理价格出售党产。 那么问题是,13年前的国民党,一个社团法人,依据广电法合法的交易决定,现在却被北俭用民进党政府民国105年上台后才立法的不当党产条例。 起诉我出售未来应依法还给国家的准国家资产。 这实在很可笑,难道我13年前就应该预测到,13年后会出现一个涉嫌违宪的不当党产条例吗?这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二,北俭说我背信,还预先准备6000万打官司。 请问我有从国民党党产中拿走一毛钱吗?或从余建兴那边拿到一毛钱吗? 更不要说国民党都已召开中常会确认党产处理过程没让国民党权益受损。 北俭说我预制了6000万元已被诉讼,这明明是中投公司提拨的员工诉讼基金,不是给我的6000万,而提拨时间也不是我担任党主席的时候,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三,北俭说我预认党主席,也就是市场百片录音光碟,其实就是无数次的会议记录录音带。 北俭公布的录音和译文都是断章取义。 只选择性截取片面对他们有利的文字,自行延伸说故事。 北俭为什么不敢公布全部的录音档和全部的译文供外界检验? 全部公布啊,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我在侦查中就已经说过,如果北俭能够公正客观审视所有证据,他们一定能知道我没有违法。 但从侦讯过程中北俭不断泄露侦查秘密给特定媒体,被我正式告发泄密也不分案调查。 开记者会批评我行使监默权,一直到起诉记者会时,还说我行使法律保障被告的监默权是态度不佳,请求法院从众量刑,种种逾越宪法与法治国原则的特意见解与作风,在在都正是北俭为特定政党服务的偏颇立场。 我在这里重申,我虽不好战,但面对奉命起诉我的北俭,我一定全力迎战。 我对台湾的司法还是有信心,对法院的公正还是有期待,我更深信。 多数民众不会接受这种罗织罪名,政治起诉的手段。 开庭审理时,当所有证据攀开来,就会证明我的清白。 谢谢大家。查看原始文章。